我心目中好的设计 一定是有着不一样的美感 这种不同就是代表着一种创新 代表着对于过去经验的继承 金熊猫的logo 整个的框架是一个圆形的 它有着一种中国文化中和谐和平和睦共享的理念 代表一种全球视野观 logo上有着熊猫的特征 熊猫的两只手其实成一个环抱的状态 这个姿势其实又有一点像一个太极的招式 在我看来太极有着一种非常美妙的平衡 呈现一种动静相宜的美感 而这种符号特征中间也有着一种国画的 既白当黑的处理方法 在吉祥物的造型中我们延续了标志中太极的设计理念跟灵感的元素 熊猫的身体的四肢都有着强烈的太极的曲线的美感 有着一种东方的造型特质 吉祥物的这个形象呢 介入了一种光影的一个介入的手法 将金色的光芒撒在熊猫的身体上 将二维的一种色彩的变化 介入到立体的一种结构中来 这一次创作应该是有着全新的尝试 整个设计的过程里面 我们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做视觉上的创新 对于标志而言 我认为我们首次的去尝试了一种可变标志的设计创新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圆形结构之内 中间的曲线 熊猫的形态 面部的表情 其实都随之发生了更改 但不管你看哪一个logo 你都非常清楚的能够识别出 它是金熊猫奖 金熊猫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希望呈现着一种中正的美感 那么这样恰如其分的一种平衡关系 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诉求 实际上我想这种价值观 也就是人类并于共同体的概念 金熊猫设计 我们也希望能够达成这一种不一样的美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